投资长今天台股大涨194点 股价又再创新高 而且呢我们的五够墙也很厉害 昨天涨停的全新今天又再喷出 一度大涨快9% 真的很厉害 还有呢我们的元泰今天也来到了 7个多月的新高价 南店今天盘中也大涨3.5% 您的标题很吓人 您说下周就有机会见万七吗 万七不是不可能 可是万七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你今天一定要看我节目因为这个前提 只有我节目观众 才会知道这个重要前提是什么 可是另外AI概念股今天有点开高走低 AI概念股不行了吗还是这些不行的是旧AI概念股 旧的RE设计新的AI概念股还会涨呢 AI概念股有什么限制有什么前提 这些标股的资讯以及标股的禁忌 通通在我们今天荣耀化剑你一定要看 ipro 再次 先开始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6月2号 台股上涨194点 收在16706点 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美债协议 那么可有渴望可以免除这个债务违约的问题 而市场呢也正在消化联准会官员的割派言论 所以辉达声是应声大涨了5% 而苹果呢也大涨距离历史新高价只差2.8美金 这也带动了费办跟Nestec大涨 四大指数同步收高 而台股方面呢 今天加权跟贵买双双大涨 加权又再创一年来的新高价了 后市盘式解析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纪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场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我们在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我们先按个赞哦 是先按赞 好你说来 昨天呢您的节目当中 就已经预告大家说 这个联准会的举动啊 会让6月份的航行不会太差 那么今天呢 果然台股就大涨了194点耶 指数也在创一年来的新高价了 真的很厉害喔 同学们 看我们节目你才能享受到 这一次一波散展的快感 每个人都告诉你 等拉回 等拉回 等区间整理 等区间整理 等到睡着啊 这到底更没赚到钱啊 是啊 是不是 哦来 对 那我们也告诉大家这个五够强的股票 像昨天涨停的全新 哇今天也很厉害耶 盘中一度涨了快要9% 股价也来到了14个多月的新高价了 这个全新的标股很新也很标真的很厉害 对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支元泰 今天呢盘中也大涨了5% 股价也来到了7个多月的新高 还有您昨天才说南电 说看不出来要喷了吗 果然今天呢就喷给你看 盘中也大涨了3.5% 真的很厉害 所以想请教一下投资长 我们这个行情怎么看呢 下周有没有机会来到万七啊 万七啊 哦 哦 万七啊 万七 朋友你不要听错 不要想到你心中的想法要换七 是万七 哦 翻到标准脸 对 要不要 要不要万七 还是换七 我们先赚钱再说好不好 这开玩笑的 不过重点是 这一波会不会上万七 今天很爽动耶 今天才16000多 17000点而已 16600多少最高 167752 你现在问我问万七 有机会 哦 怎么没机会 为什么 空头不死 多头不止 你都知道 你去数一下市面上多少人喊空 多少名嘴 不是嘴巴名嘴啊 多少分析是喊空做空叫你喊区间整理 叫你喊拉回再说 多少人 一堆网友来跟我抱怨 一堆网友来跟我抱怨 我也不想去看他们节目 很多人在喊空 所以这一波 你们都被抓到钱嘛 你们台湾50才要下车啦 不像我啊 最后我还自己下车啊 你去想想看你要是谈分析师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为什么 我说 为什么 你看完我节目就知道 来 台股会涨到哪里不敢相信 AI概念股全面喷出嘛 喷出去啦 你看像技嘉 像这些股票又一波一波 一堆全部都是AI概念股 有新AI小AI不像元宇宙 是不是元宇宙那时候我讲我都不屑 我自己是不屑啦 有些分析师很厉害啦 有些分析师有抓到 可是我说抓到是短波行情啦 像我们 像我们某也有分析师也喊元宇宙 我说厉害 因为我觉得做太短了 因为我的会员 我的粉丝很多是要做个波段的 就像我台湾50一样啊 做个波段 撑个9个月10个月 20%的报酬率你满满意 联合报酬率22%满满意 满意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 是大资金的 你可以买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啊 扯远了台股会涨到哪里不敢相信 谁敢像我一样下这种标题 台股又生病了 生的不会跌的病 有没有 有 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对 这个梗能不能让你记起来 有 你越不相信股市越会涨 这都是5月之后一直跟你讲的 对 那我们看到 是5月之后一直跟你讲的 是啊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 万几为什么还是有可能到 只要一个数据 没有赡羊 台湾股市就会嘎空嘎死各位 什么 什么数据啊 点阅率 哦 是 点阅率 我这次准成这样子 你去想一件事情喔 为什么 我在前面 这是最准的 你看喔 为什么我讲一件事情 你看 公商时报给我报导 责安经纪赢了 全台湾前五股人 后来者自己自掏腰包 可以靠台湾50 因为我不能做股票 我是分析师 会有利益上的冲突 唯一能做是做ETF 赚台湾50 赚了1151万 对 你们看到 有 1151万 你们看到 那这边 赚1151万 然后我把200万捐给 持继加伏基金会 这个 都有报纸为证 你也可以去查到时候他们财报 我都给你看账号了 加伏 好不好 这是我这个人的一些身份证之号 所以把他盖起来 46万 你们看到 持继 两张 25万 有在捐持继都知道这个大不了假 好不好 这都 近思雨啊 近转 心不转 好不好 来来来 近思雨一个缺口的杯子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他 他能是圆的 我在收集什么你知道吗 我在收集近思雨啊 因为捐一次就有一个近思雨啊 在开玩笑 不过是认真啦 我也是实际的人 会员编号 50万 加起来这些 还有一些动物协会 还有 创世基金人 创世基金会 200万 我好开心 我好开心 藉由股市赚到钱 我回馈社会 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可是我也很难过 因为 很多 投资朋友们一定要到最后一刻才参加我行列 对 难道一定赏物的悲哀一定要循环下去吗 但是你在看我节目的人 我是有机会帮助到你的 我帮助不了的是那些 本来有看我节目最近不相信行情 没看我节目的人 再讲一件事 如果以前是这种行情 而且配上我的这种 创举 全台湾第1个分析是这种创举 而且我都给你秀出来了嘛 我要给你秀出券三进出我的账号 是啊 没有分析师敢做这种事 没有财经网红YouTuber 拜托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财经网红YouTuber 他连分析师都考不上 就要考完分析师也要在投信投顾工上班 才能给你收取费用 不然都是违法的 你是玩软体的 他不能给你任何指标讯号 不然都违法 一堆人都被告 都吐出来了 还被抓去关的 而且他们秀的对战 绝对不敢像我这样子 事前给你账号 颇有一位你相信我 从来没有看过 从来没看过啊 他们都是事后 我图给你看啊 是不是P图你也不知道 我不屑做这种事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这种新闻出来 应该是 点阅率环标对不对 对 只有礼拜一点阅率环标 是啊 结果呢 你看 这种新闻出来对不对 礼拜一的新闻 只有礼拜一新闻 点阅 新闻出来以后点阅率标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啦 最新的点阅率啦 好不好 最新的直播人数啦 好 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好 那现在大家帮我们先按个赞 先按个赞 来 来 按个赞 来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按个赞 9个月20%太可能 有没有看到 每次拉会员看哲哲的 6个月超过20% 谢谢你喔 好不好 哲哲的点阅率真的是有史以来最準指标 我们讲过 有 你们不相信我 我都 我都讲老实话 就像台湾50 那时候是拜托你踏着我雪前进 有 我是真男人 真男人不是用嘴巴说的 是说话算话 好紧张 好生气 说话算话 我那时候说我要赚1000多万 是赚1000多万 有 我说我赚1000多万才走 有 我还说我赚1000多万才走 我要走的原因不是因为 是最高点的 而是因为我想要专心 带会员赚钱 有没有讲 有 我说我还真的不希望卖最高点 我还认为我赚新高 有没有 有 你都说过了 之后就不看其他财经 玩YouTuber 看半天面重点 我泽泽 最简单的 我会花个五分钟臭屁自己 没错 可是我讲话很简短 什么很简短 来 我没有说过 行情会涨两个原因 第一个 是点阅率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我说过了 不会升息 对 你们看一堆财经节目跟你讨论 要不要升息干什么 他们现在很多人是模仿我 直接看FedWatch 可是全台湾第一个使用FedWatch 这个网站是我国中的 我跟你讲 是我国中的 我每天做研究 可是我已经告诉你我看事情就知道了 我是不是 不论是公开 公开节目我私底下 我常常吐槽仪惠 因为我们是福利社的制作人 我说不要讨论不升息好不好 6月就是会 不要讨论会升息好不好 6月就是会不升息 结果现在美国股市因为不升息 长得有什么样 我早就知道了 我没有说过实质利益等于什么 等于 明目利益减掉通膨利率 之前明目利益可能0% 因为以前没升息嘛 结果通膨多少 5% 6% 等于负的5% 6% 现在 明目利益多少 涨到5%了 通膨4.9有把它压下来了 因为明目利益 大于通膨 就会变实质利益大于0 明目利益大于通膨 才是一来一减 才怎么样 才是大于0 现在通膨要变4.1了 明目利益就是为正的 我们讲 有 而且我说我可以看透人心 包和我讲的话就告诉你了 他不打算升息 至少6月份不会升息 隔三打牛 要隔一阵子才知道这个牛 有没有瘀青 有没有瘀青 有没有讲过 有 看我节目知道重点 来 谢谢你 有感恩心 做股票才能赚钱 我希望 之前吐槽我分析师 基本上都不敢讲话 因为很多网友问他一件事情 都去检举他们 你这么有本事你为什么不参加全国比赛 不要每天修会员简讯 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会员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这个会员等级你是不是你自己设的 你听懂吗 懂 问他第二件事情 这么爱嗆哲哲 你有没有办法像哲哲一样公开操作 用自己的钱 几千万你付不出来没关系 没有钱付不出来没关系 扎个100万可以吧 对不对 也不敢 第三件事情 不敢比赛 至少比赛捐钱嘛 对呀 我没关系啊 我很喜欢捐钱 我不只捐这一笔200万了 我不只捐这一笔200万了 我今年要一大笔7位数也是 也是几百万以上的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样的分析师好不好 投掌是最厉害的分析师所向无敌 谢谢你 我跟你讲我要看点阅力来我们看一下来接 来密一下密一下 密一下密一下 啊啊啊啊 我看一下 一千零三三 啊还会喷啦 直播人数等2000再考虑 这一波就嘎死各位 来 听懂吗 照理说今天不应该走一千零三三 真的 算是礼拜五 礼拜二要打个折 跟大家讲 还会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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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一波我最整 折折员工旅游要开直播吗 那时候去日本员工旅游 看一下 很棒 谢谢你 折折爱屁股 不畏适合杂尾盘 拉回就满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好不好 感谢蓝点也有啦 我的杂按颠倒了 你不要 不能按这个站喔 按这个站会生气喔 按不好的站 不能按倒站喔 要按对喔 跟着车车0050下车 那你再看一次我重播 来看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都是 这些指标都最准的 什么指标 来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指标 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6月1号预测的 等一下喔 赞姐 就昨天嘛 对 再一次 还有更重要数据 我正在跟你预告 我还再沉掉一次喔 数据你知道什么6月的行情 也不会跌吗 你刚说到那个吗 点阅率 点阅率居然下滑了 我礼拜一点阅率 蛮高的喔 可是 昨天点阅率又下滑了 又下滑了5000的 所以这部行情为什么涨 你们越不信 行情越会喷啦 你们越不信行情越会喷啦 礼拜一为什么点阅率高 因为礼拜一所有新闻都知道喔 我要卖 要卖台湾50 赚1151万 有分析师做这件事啊 礼拜一啊 礼拜一啊 除了礼拜一以外 可是这个点阅率居然没有延续啊 大家觉得 反正我赚不了这个钱啦 我这辈子赚不了这个钱 没有错 当你这个想法的时候 你这辈子赚不了这个钱 投资没有你想那么难 要 要毅力 之前先亏500万的时候 我说妈妈 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睡觉的时候闭眼而已啊 平常没在眨那一下 为什么 没什么好痛的 我本来就是赢家 我本来就是赢家 越多人吐槽我 我越强大 他们找错对象了 他们找错对象了 当初有人说 真的那么厉害 真的假的 去参加拳鼓比赛 破了纪录 90% 95% 打破纪录 这个运气好 再突破一次纪录 122% 再突破一次纪录 188% 从此又 闭嘴了 闭嘴又想的新方式 虚拟比赛 假的比赛 假的比赛 我郭子龙是10万块起家 财富自由的 你不相信 我随随便便买个台湾50 赚1151万 这些人好烦喔 你说 这些人好烦喔 为什么不正面来呢 对啊 为什么 没有关系 我就是持球对决 什么叫天赋 这个就很轻度 就是这个社会就像田击场一样 有人就是可以跑得比你高 跳得比你远 就是我 而且要比你努力 每天要重量训练 每天要运动 我是这种人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整个分析 我要跟大家讲这行情还会喷 这行情会喷 因为我昨天不是讲三个区间 平台理论吗 那现在等于有突破第三个区间整理平台了 可是我会把 我会 你也可以把第三个区间整理平台 视为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好 先讲解盘好了 不开始臭屁 好 来来 来来来来 为什么说解盘一下 首先是三个区间整理平台 之前在一个区间整理平台吗 对 有比如说三个吗 从 过年后到现在 对对过年后到现在 谢谢你 来来 过年前在这边 过年后在这边 过年前在这边 过年后在这边 对不对 然后最近突破嘛 刚突破嘛对不对 但是突破怎么办 你可以两种 第一个你可以变第四个区间整理平台 或者是你知道在17000里面 都算第3个区间整理平台 可是不论怎么样我是说过 这个 这个是第3个区间整理平台吗对不对 对 我说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来 上跪 是不是势必会突破什么 第2个区间整理平台 是 现在要突破了没 还没突破 所以 只要台湾股市没有跌破16000 看起来现在也不会 短期内是不会的 所以上跪指数 毕竟会 必定怎么样 会串第3个区间整理平台 等于上跪指数 必定会串新高 我们讲的逻辑 有 我们讲逻辑 你就知道逻辑不一样分信师啊 华尔机在想什么都知道 什么SVB 我直接告诉你不升息啊 之前有很多人 我说 是不是有个财经网红 有YouTuber 有些人说 CPI不重要 CPI不重要 美国股市长成这样子啊 是啊 他们讲的一嘴好股票 做股票有赚钱吗 他们讲的一嘴好股票做股票有赚钱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可以从股市中赚钱 啊你不知道我找谁 你不知道我找谁 拜托不要相信那种 事后秀罪单单的我不屑 我郭忠祐跟人家不一样 来 不过跟你讲 过去获利不代表未来的获利 我一起跟大家讲 所以我现在很专心要去带各位会员 来同一秒 我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告诉你AI两个小故事 很恐怖 一个是好的故事 一个是AI与我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AI可能会毁灭全人类 那会不会限制AI的发展 会不会限制股票的发展 这个我们很紧张喔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哇大家一定在敲碗期待 到底是什么样的AI小故事呢 董事长 我刚刚无聊我在问那个病啊 病也是 缺GPT的架构 你有事没事你iPhone现在手机 Android 一踢Android好像也不行嘛对不对 那个Android系统还不行 iPhone有了 有那个TradeGPT你去下载一下 App 去下一下那个TradeGPT 有正式版本你上网去搜寻应该可以看到 一个App 一个App 然后TradeGPT有一些问题可以问你 不过TradeGPT等于正式版了 那是不是代表他需求越来越大 对 是不是第1个嘛 那AI概念股 你需求越来越大了你是要投资 是要买武器 要 你去那个金瓜石挖矿杀 你是要买那些武器 你是要买那个挖矿杀的东西 工具嘛 所以卖工具的人会赚钱 台积电跟辉达就卖工具的人 技嘉这些就卖工具的人 伪串就卖工具的人 所以你有沒有挖到东西 不光我是 AI有没有发展 不光我是 除非停止发展 可是 我会先赚一笔以前 大家都要研发AI 好 所以我刚才问 TradeGPT 有正式的iOS App版本 App版本 然后其实 Bing也是用 TradeGPT4的一个模式 我刚才搜寻一下 来Microsoft 你们有看到 Bing有没有看到 郭仁同志是谁有没有看到 他只能说 郭仁同志长怎么样 喔 好多 也说最狂分析是支撑 有没有看到 他在股票投资站有 丰富的知识 有没有看到 但智慧太小 还是要大一点 你这样 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这样可以了 可以了 因为这很多新闻有我 有没有看到 最狂分的隐私支撑有没有看到 在股票投资也有 丰富的经验 有没有看到 这都丰富的经验有没有看到 这也是新闻的有没有看到 这新闻一下子有新闻了 有没有 第1个有没有看到 第1个倒赚0050有没有看到 倒赚0050有没有看到 这都有 说的搜寻我都看到嘛 还有什么 郭仲峰经理有没有看到 你看 连病都知道我多红 10万人以上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高歌离席看新闻 你看都一堆新闻有没有看到 赔500万变成高歌离席 出7050 今年8位租获利有没有到 倒赚1000万 有没有到 病都是只有最新新闻 所以这个没有要造假 前男官有谁我这样有这么红 知道吗 等一下还有 郭仲峰0050问他第2个问题 对不对 他说 等一下 很好奇 有啦 他这边有点错误啊 摩根头雇投资产 是摩尔 可是你看啊去年7月怎么样 砸3000万进场看到 对 然后0050变0025啊 我现在0050变0099了 因为那时候我买 大家觉得 相信泽泽会财富对折吧 所以我买0050变0025 双民来啊 单双民是不会成为财富成功的 这时候以前 没有钱的时候我也是双民 可是我体会到一件事情 你去双别人 不如去学人家怎么成功 就这样 我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好不好 反正各位粉丝们我爱你 好不好 你们要成为双民也没关系 我只是告诉你怎么成功而已 一般 我也是双民 我也是双民 只有一个人不能成为双民 你知道谁吗 分析师不能成为双民 分析师不能去劈劈别人 因为劈劈别人 你要本事 像我一样 话说出去就要做到 不是秀那些有的没有的 假简讯 那个没有意义 你要秀实在的 像我一样 秀就不送会员简讯 然后能不能造假 不能造假 因为我粉丝人数这么多嘛 对不对 对 你看我们直播人数这么多 大家每天互动 来看一下 今天赶快看一下这个互动 赶快 现在剩几分钟 赶快讲个个股票 好 投资长我插播一下 今天外资 大买了182亿 那自营商呢也大买了30亿 你说 然后 也大买30亿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外资是我想的 求老师买盘 对 到时候都疯掉了啦 都疯掉了不止这些啦 我跟你讲外资买就算了 接下来韩运股要涨嘛 你看韩运股怎么样 你看 为什么要涨 你自己看 之前是不是都跌价 然后都 跌到900块以下 900块产总有赚钱 亚民有赚钱 是 结果 900块到1000多的时候 是又 要涨到900多块 你看 结果现在一天涨45 涨45 报价涨45 涨45点 有没有看到 有 不用用快 用点 都可以啦 单位反正涨45点 所以SCFI的报价到1028 你看之前一下跌跌跌跌跌6周 一红吃6黑啦 一红一个红 一天散散吃掉6天的下跌 是 这个还不会拉上去吗 至少 怎么样 货柜山雄不会跌 就是 好厉害 至少下礼拜他有机会再涨 好不好 好 那不出 不讲这个了 不要只讲涨的 讲跌的 在这 爱普怎么看 杀下去 我觉得爱普拉回我就要买 为什么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8069的 元泰 今天算什么 创 创新高 7个多月的新高 算什么 7个多月的新高 你自己看 创一个新高 我知道之前有一个更高嘛 对不对 这边250 创7个多月的新高 漂亮 他磨啊 整你啊 练你啊 什么练 训练你的 耐力啊 训练你的信心啊 是不是磨一直磨 磨到你受不了 你创新高 我是说200元以下都买点 你自己不理我 你说200元以下用力嘛 用力嘛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简讯 来 元泰 怎么样 帮我念一下大声一点 恭喜 8069元泰 盘中大涨超过5% 股价创下7个多月新高 手上持股 获利续报 我跟你讲这含起来会喷 为什么会喷 两个 第一个 台湾股是17000 可是很多股票大概13000点左右 是事实啊 还没有涨上来 还没有涨上来 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 可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理由 第二个最主要理由是 外资发疯似的 如果 一年前 在去年的时候 我说求老师买盘 必定进驻 尤其2023年 外资是像疯子一样 买一直买 买个几百亿每天买几百亿 不用钱 为什么 那不用钱啊 他把之前的钱拿回来就好啦 去年两年卖了两兆 我就算我像天天买个100亿 你买个100亿喔 好 100亿 刚好 差不多两兆 对啊没有错我要算 我算我没有算错 没错 100亿没错也有两兆啊 因为200个大概220个交易日嘛 去年卖两年对不对 卖两兆 我从现在开始1月1号喔 我买100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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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买100亿 也刚好两兆 2.2兆 是不是 刚好 所以他每天买100亿很正常 你知道吗 我不需要他买100亿 我郭泽那时候逻辑架构就是说 我不需要他买100亿 他买个五六千亿 台湾股市就会上万七万八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 0050跌破1万3的时候我敢买 大家说我最好看分析师 我只是看着比你较远 我只是 我的自信来自于 我在股票市场里面 本来 就是 赢家 就这样 本来就是 所以我也不屑 你知道我恋小股票 我做福利社我刚刚讲恋小股票我们不要讲 我不要让你从我任何行为上让你看到我跟 任何主力友挂钩 我会说不屑赚那个钱啊 对 是啊 不屑 为什么 我慢慢赚就赚不完的钱我为什么要学 1000万 我慢慢赚 我还 我说老实话 我不单分析师我可以赚更多 因为我买台湾50 我买台湾50真2我可以赚2000多万 你听懂吗 而且我很多受限于是我的承诺 比如说我承诺是说哇每1000点跌 可是如果我那时候又上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加吗 如果不要那么信守承诺我会赚更多钱 是不是 不是我不要信守承诺说要捐钱我我更多钱啊 可是我在乎是承诺 分析师除了要发自内心让你们赚到钱 才能真的赚到钱 因为分析师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你知道吗 不是嘴巴讲暂停没有用 元太有没有开心 有 恭贺 好 那元太也是这样子模拟 你看这边啊 你要买块上去对不对 又给你下去了妈妈咪啊对不对 怎么办 买嘛 我管你 孤岛 导转反转这边变个导 那个两个导三个导 你管那么多技术分析看什么 技术分析有这参考而已 你听懂吗 懂 技术分析要参考参考比例不要太重 你什么时候看到线线真的赚到过钱 讲很多技术分析赚到钱 国外有看过吗 国内一堆有啊 你不觉得矛盾吗 技术分析不是不行 我也会讲技术分析 像我们公司的江江老师 讲技术分析就很强了 不是不行可是它搭配基本面 基本面讲的也很厉害啊 是不是讲CPI也讲数据很厉害啊 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找分析师 除了这以外我们来顺便看一下 五构钱里面 怎么样 全新就穿新高了 有三胆股票穿新高了 全新是不是投信 在模仿我们 是不是一直买 是 投信之前一直买 你没有看最近有卖喔 前日是不是一直买 一直买的时候我公开送资料 我们应该说我们一起啦 一起送 我先送了以后 他又在这买 有没有跟着我跟屁从不知道 或者英雄所见念头 我也不知道 反正 重点是这单股票 也因为投资长 对 看好 投信也看好 噴出去了 2455全新 水市长 我买 我够强每一单股票 我不定代表我买 可是这单股票 刚好我就买 这就是参加 会你的威力 你会发现到我是实实在获利 很多人是 我一会空 一会多 哎呦我很看坏行 每天还可以秀赚钱的奇迹笑 啊你们要被骗我要不要抖 对啊 这个行情喔 这一波只有我喊最大力 只有我 一位我怎么说 我说徒步万六 一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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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徒步万六 就会怎么样 就会一直涨 一直涨 谢谢你 只有我这样讲 对 只有我这样讲 是喔 只有我这样讲 你要关这一句话你就跟他参加我会 如果你考虑要找哪位分析师 关这一句话你就跟他参加我会 解这种大盘没那么简单 真的 真的 来恭喜五够强的标股 2455全新 股价连续三天大涨 今天再涨快9% 股价创下14个多月新高 手上持股 获利虚报 今天要创新高了啦 一下一度大涨快9%啦 对 他天天在涨 这五够强 五够强的标股 你有没有跟着我 你自己去想一下好不好 你去想一下 我不要去伺候马歐炮 这些股票 真的是很强的股票 台湾50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现在最高点还是 基督保持者还是我 127.55我卖下来了 可是我发自内心 希望他突破 我不希望我郭总 是独热热不如众热热 我希望我郭总大家一起赚钱 我希望不是我 只有我拥有获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卖掉最主要原因 我想专心的让你们赚钱 我就跟大家讲 要有信心 从台湾50例子告诉你要有信心 好不好 好 那有些股票跌下去了 爱普 确GPT概念股 他就是会喷 你不要想那么多 好不好 应该说AI概念股就会喷 好不好 那我刚才讲个小故事 小故事AI越来越有趣啦 对 也代表AI的发展 很恐怖啊 有个故事美军刚在模拟器啊 做个模拟器 做个 那个模拟器而已啊 那个无人机 是AI控制的无人机 叫你去攻击敌人 攻击敌人对不对 那攻击敌人可是 攻击敌人我们还是可以操控他 操控AI 可是AI因为他有人工智慧 他觉得你操控我 很麻烦 他就要干掉 操作者 很恐怖吧 好那我再下个指令 我说你不能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干掉操作者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他听到指令的话 AI还是很聪明 还是觉得 你要控制我很麻烦 我不想被你控制 你看他有自己意思喔 你叫我要摧毁敌军 结果你一堆意见有够愚蠢的意见 你是猪队友 我不能摧毁你 我至少摧毁你的通讯系统 那你不能控制我 听懂吗 不是摧毁敌人喔 是摧毁自己的通讯系统啊 我要下指令 通讯系统坏掉啦 AI给我摧毁啦 真的耶 所以AI进展非常快啊 讲这些小故事 每天都看这些东西好不好 我收集资信 比很多分析师强多了好不好 所以这些股票还会喷 804用蓝店怎么样 蓝店要公货简讯 今天没有修出来而已 蓝店应该要发公货简讯啦 今天没有修出来 蓝店要喷出去 有啦 今天美银不是还 看多嘛 美银也是看好 ABF 明年呢需求就可以恢复到供不应求的格局 因为20倍耶 AI的产能需要是20倍 他是讲的清清楚楚啊 投资楼点阅率都是这样子啦 你等到看空的老师 点阅率下滑了 然后看多老师全然问我最看多多嘛 我赡养了 才会怎么样 才会真正 赏物都进来才会含情下去 这就是赏物悲哀 可是你不能成为赏物的悲哀 你不能拥有这些赏物的悲哀 所以你要去想看 想清楚想明白了 我希望你一起来赚钱 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简讯 拜托我真的希望帮助各位 真的真的 我拜托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要讲一件事 我有参加进去日报全国比赛 我有获利50几%的我没成为冠军 为什么 因为人家有60几%啊 每季要比一次 我有我是付报酬的我是赚钱 什么意思 就是整个行情都不好 我赔1%其他参加者赔10% 20%啊 少输为益 那我赔1%你会想参加我会员吗 我是冠军耶 你会想参加吗 不会想啊 我干嘛参加一个赔钱货老师 那这个是谁决定的 这不是我决定是行情决定的 听得懂吗 行情好的时候 随便一个分析师都可以获利40% 50% 60% 只是我认为行情好的时候我可以成为最大获利的分析师 所以现在行情这么好你不找我要找谁 去想看看我们这些抗讯 25全新 9% 手段15获利续报 元泰 又创下股价7个月新高200元以下的元泰 我告诉你怎么样 用力买 你自己不理我 你去想看你要怎么 想清楚 欢迎来听消息 08668085 想清楚哪一位是实战操作 台湾50 出身的分析师 报纸报导 一切预告在前面 的分析师 想清楚 欢迎来听消息 08668085 也预示各位能够赚大钱 谢谢各位 老师最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买到标股 那投资长呢 一记188%的获利绩效 是经过 经济日报 选股比赛公开验证的 而他也轻身的去投资 0050 大赚 1151万 获利出场 所以呢我们也亲眼看见了 他在卖出0050的当天呢 也捐出了200万 是一位诚信 而且温暖的分析师 那如果说你想要找一位值得信赖的分析师 你不找他要找谁呢 现在就拨打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诈骗盛行哦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 LINE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哦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账号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最后三个账号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这就是男人的 Ol达 岁耀亚 尔证券